庄园的死亡名单上面有佣兵和空军小姐姐 可是大家可能没有发现佣兵和空军小姐姐在死亡名单上有一个共同的秘密 第五人格的老玩家应该都知道 在初期第五人格官方曾经公布过一份死亡名单 这份死亡名单上的人几乎包括了第一批所有的求生者 我们发现有佣兵和空军这两位求生者都是军人 大家仔细观察他们的死亡名单会发现 空军小姐姐和佣兵都叫奈布 这个秘密大家发现了没有 容哥推测这些人物在设计之初 官方的策划人员可能想推出一个军人类型的求生者 那时可能还没想好用空军小姐姐还是用佣兵 所以空军和佣兵最初的名字是一样的 后来两个都要上线 空军小姐姐才有了自己的新名字 其实绝大多数的求生者作为普通老百姓被监管者谋杀 这还能理解 但佣兵是打仗的能手 谁有这个本事能谋杀佣兵呢 做过奈布任务推演的小伙伴们应该知道 奈布作为一名佣兵上战场打仗枪林荡雨都没死 而且在推演中还介绍奈布是个神枪手 曾经一枪解决敌方的军官 这样一个经历过战争洗礼的杀手行求生者 怎么进入庄园之后会轻易的被谋杀呢 容哥推测佣兵的死亡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奈布这次进入庄园和上战场打仗不一样 上战场奈布是带着枪而去庄园 仅带一把尼泊尔弯刀 首先奈布并没有意识到庄园的危险性放松了警惕 其次在庄园的死亡名单中我们发现 几乎第一批所有的求生者都在 但唯独没有园丁 作为监管者的女儿 园丁在求生者队伍中扮演什么角色 关键时刻是否会黑化成监管者的卧底呢 皮皮撒为何没有反抗的能力能被园丁钻入箱子中呢 这些问题都细事疾恐 所以佣兵在庄园中面临的危险 可能不单单是来自于监管者的威胁 也可能有来自于求生者内部隐藏的危机 求生者的身边可能有监管者的卧底吗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有下您的看法哦